這個是肉燥飯 這個是漢堡 現在居然有人將兩者合體了 有一個我們汉明滋的粉絲 曾明跟我有提過 他想要一邊吃肉燥飯 然後一邊可以喝米吃咖啡 我就想說 我們汉明滋可以來試做這個東西 所以我就把肉燥飯放進我們的漢堡 其實之前也有人將肉燥飯結合吐司 並加入滷蛋做成排味的熱壓三明治 中心混搭的點子吃起來噴香順口且不唐突 至於這個肉燥飯漢堡 則是先將飯加入滷好的肉燥 再手捏成球狀並壓成圓餅狀 而且肉燥只用攪過的豬肥肉與瘦肉 沒有帶皮的部位 是因為它油脂會太多 那它製作的話很容易造成油爆 而且下去炸 它咬起來的口感會比較不好 肉燥飯圓餅炸之前必須派點粉 再放到油鍋中以高溫190度炸到表面酥香 並帶點微焦 之後再與生菜起司番茄等夾入麵包內 這看似肉排的東西切開後果真是顆粒分明的肉燥飯 可愛的是店家還搭有炸洋蔥以代表油蔥酥 還有醃漬的黃蘿蔔 等等這些肉燥飯上會出現的東西 這個創意漢堡吃起來真的鹹香且台味十足 尤其吃完後感覺超飽足的 動新聞高雄報導